称江姓字 绕称山 为谁留下 萧香去 称州有江 延绵百里 遍江就是称州最美的一段 慢 它躺过历史的山水古寺 流转千年 快 它始入永新 见证小镇成为大都市 沿着徐侠客的足迹 从东头野渡 宁望遍江 雾曼江岸 风渐起 如坠仙境之境 撑一条船 摇曳江中 好似人在画中游 顺流而下 进入萧香白景 现天 山谷深邃幽静 一条狭长裂缝藏身山水里 步行其中 仿佛直面大自然的威严 不禁呼吸一致 这里的群山石壁已历万年 还留存着岁月的很久 沿江北上 寒玉也被这山水震撼 刻下昌黎金子 流传至今 人称 士郎坦 北有月路 南有安宁 遍江中还流淌着文人的儒器 著名的安宁书院坐落于此 它如同一幅送运丹青的书院画卷 温潤心甜 园内 水泻楼阁 温婉柔美 亭台绿竹 雅致幽静 禅音渐起 古叉藏幽 镶嵌在石壁里的千年古叉 观音岩此刻正与遍江共物禅羽 避水阳青州 终身绕崇山 一山 一水 一寺 守护永心千百年 遍江的风景闪亮于此 但遍江的风景又不止于此 这幅山水画圈中还有更多美好 等你来发现